支持谢果良不逃亦罢免 市长谢果良罢免案进入投票倒数 桃源市长张善震再度来到基隆 为谢果良进行车队扫街 希望拉抬谢果良的票数冲得越高越好 我想市长票冲高两成意义 第一是支持市长过去将近两年的政绩 这个政绩是被认可的 第二是知道说乱罢免 尤其是利用这个法律比较宽松的门槛 乱罢免其实大家越来越看不下去了 我们感谢山正市长 山正在灾情期间派出了人所人力 而且相当迅速来帮助我们的城市都恢复 那就非常感谢 我想这次的选举真的只剩两三天 那我们山山正市长多度来到 多次来到基隆来帮我们加油塔庆 有他的加持有的鼓励 再加上我们鸡北北桃的解密合分 我想一定要努力开进一个好的成绩 这个选爸爸里面对于罢免的门槛 老实说定义的不适当 这个是大家是众所皆知的事情 我们所有的基隆市民应该要体会到说 法律有他的这个算是特性吧 但是呢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心里面真正应该要的是一个好市长 那么在这个时候应该勇敢的出来 听我们的好市长 桃园市长张善正表示 他跟谢果良是多年的好友 这次的台风灾害当中 大家互相支援 他也看见谢果良在救灾整合方面的能力 迅速恢复受灾家园 让大家安居乐业 绝对是一个有能力的基隆好市长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